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我主动的借口 幸福是靠自己追的 时间是自己放纵的 身份在手中被牵着 也许有天它就断了 梦是随时灰心的 迂回冲动的掉落 心动是意外的结果 没有爱情也不放过 幸福是靠自己追的 时间是自己放纵的 甚至在手中被牵着 也许有天它就断了 梦是随时灰心的 迂回冲动的掉落 心动是意外的结果 你也爱情也不放过 说爱我 我们多久没有联络 面对缺了样的自由 快忘了该怎么生活 感情让人捉摸不透 来来回回原地逗留 不如勇敢往前走 叶子飘来飘去 等它飘落回原地 那颗炙热的心 早已证据 早已证据我所有 说你爱我 不想再这样错过 陷入无尽的困惑 困在这个最深的漩涡 别离开我 失去你我还无法接受 只想紧紧牵着你的手 黑暗的夜 又温暖陪着我 我们多久没有联络 面对缺了样的自由 快忘了该怎么生活 感情让人捉摸不透 来来回回原地逗留 不如勇敢往前走 叶子飘来飘去 等它飘落回原地 那颗炙热的心 早已证据我所有 说你爱我 不想再这样错过 陷入无尽的困惑 困在这个最深的漩涡 别离开我 失去你我还无法接受 只想紧紧牵着你的手 黑暗的夜 又温暖陪着我 我还无法接受 周宝贝 我 我这次来就是想要当面跟你说清楚 视频里的事情 你不用解释 我之所以会说那些话 是因为我当时住院的时候 知道你是谁 而且知道你没有去订婚宴 一气之下我才说那些话 我真的我都忘了我说过什么了 我发誓 不说了 我明白 那你还忍心丢下我走掉 那天医院真的有事 我不信了 其实也是因为最近发生的种种事情 让我有些困扰 困扰什么 咱俩的工作性质差异这么大 在一起究竟会不会幸福 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在想 在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可能不在你身边 而我似乎也会对你的工作造成麻烦 周宝贝 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了 你放心 我会永远永远支持你的事业 因为我知道 除了我以外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人需要你 关于我 我的职业原因 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你在生活上有了一些困扰 但以后这种状况可能还会发生 周宝贝 你怕吗 不怕 自从刚才看见你那刻开始 不怕了 你真好 那天突然离开 是我不好 我都原谅你了 不过我爸妈 回去以后 我会跟伯父伯母道歉的 对了 是谁给你发的视频啊 不知道 还在查 可能是有人恶作剧吧 这是我来处理 你别想了 那我们谁也不许再想 好吗 好 走吧 我带你吃早饭去 我换双鞋 姐 这鞋这么脏啊 这鞋我还没有穿过几次呢 好 这双不行 为什么 穿这双 好 周宝贝 你在这儿还吃得惯吗 是要自己煮饭吗 婷婷会准备的 婷婷 她是这儿唯一的大学生 说得那么亲切 好 注意伤口别沾水啊 好了 回去啊 记得好好休息 不要乱走动啊 慢点 慢慢来 慢点 快快 这些是什么 这些啊是安置物资的帐篷 老师带师母回来了 我们要和大明星一起吃早饭吗 我好想和他合张颖啊 师母好 好 大家辛苦了 来吃早饭吧 好 坐这儿吧 冷吗 不冷 来 谢谢 谢谢 我要坐这儿 小月 坐我这儿 老师比我们多个煮鸡蛋啊 真是 周教授这么辛苦 比我们多吃一个煮鸡蛋怎么了 就是就是 你吃吧 我不吃 我不饿 老师 我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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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饿啥呀你 老师 你饿啥呀你 老师 你可真是宠妻狂魔啊 难怪能追到师母 是啊 想不到周教授 还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一面 看见面小悠 咱老师是高手啊 跟老师都学着的 嗯 就是 小月 我也不饿 要不你吃了我这份吧 谁现在吃你的 快吃饭快吃饭 吃完干活呢 我吃会不会不好啊 什么意思啊 因为是人家专门给你的 我吃会不会不太好 你别乱说 那我可真吃了 快吃吧 好 你慢点吃你别噎着 吃你的饭 门道干 门道干 小悦 你再吃点呗 我吃你的 我吃饭 我吃了 那ều 人家 你知道吗 你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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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误会了吧 我和萧医生不是你想的那样 还需要我想吗 这么明显的事情 你什么意思啊 好了 冷静 都冷静 是我的错 都是我不好 弟弟 这事跟朱莉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么快就替她说话了 萧医生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好 弟弟 你真的误会 吴小姐 快过生日了吧 好 萧医生 她是想给你准备最后一次惊喜 才到我这里来的 她说 她上次搞砸了你的约会 为了弥补 一定要给你过一个生日 你 你刚刚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意思 你打算瞒她瞒到什么时候 还嫌误会不过多吗 瞒我 瞒我什么 说话了 萧医生 得了绝症 为什么不告诉我 因为我怕你担心 我只想 跟你快乐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不许这样说 你是医生 一定可以治好的 对不对 我们不能放弃 你说话呀 机会很渺茫 而且 做投机很痛苦 我不想再折腾自己了 对不对 难道 你想这样看着我 慢慢痛苦地死去吗 每天只能躺在床上 看着自己的生命一点 一点一点的消失 根本 估计 没有一点嘴硬 没有希望 只是调整一口气活着 你不要再说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不要再把时间浪费在悲伤中了 好吗 我说了 我只想快乐地和你度过最后的时光 你 你还有什么心愿吗 我要和你一起完成 真的吗 当然 什么愿望都可以吗 大叔 你看清楚了 毛毛帮我断一下 来了 这上面吃就行了 还有这后边 别烫 注意视像也都在这 那边啊 对 行 等会我过去看看 行 这边准是差不多 好 石韵哥 嗯 你就按照上面吃着 苏金北 是你的女朋友吗 好 她是我未婚妻 好 来 下开了吗 还没 这些够吗 那么 拿着这个 她一定很在乎石韵哥吧 她吗 还好吧 我想 她应该很在乎你吧 一个大明星 不远千里 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 到我们这个小村庄来 都是为了你不是吗 我不会再让她冒险 那如果有人也像她一样在乎你 愿意为你冒险呢 我一个人 你跟周医生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两个 在医院 他那个时候对我也不热情 停停 不是啊 金北姐 我从来没见过周医生这么慌张过 感觉就像天塌了一样 是啊 周医生一向都天塌不惊 哪有那么夸张啊 绝对有 金北姐 你要有什么闪失 感觉周医生都能 都能杀人了 谁要杀人了 周医生 我们回来了 周医生 我们在和金北姐聊天呢 那我是不是得表扬你 顺便写进实习报告里 周医生 我们错了 周医生 我们这就起忙 走 那个 不好意思啊 现在子彤姐要用休息室 你去别的地方吃吧 喝 喝 这综艺 走错录完了 子彤姐辛苦了 但是还要看一下这个 不辛苦哪能有回报呢 好 现在回报已经来了 没想到咱们这么快 就能接到一线大牌的代言 怎么出来了 光子彤在里面呢 那出去吃吧 来得及吗 晚上还有工作呢 快去快回嘛 走吧 咱们可以回去了 嗯 我们可以回去了 好 我可以跟周宝贝寡人世见了 说冷不冷 不冷 袖子狗 周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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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婷婷有没有在这里啊 婷婷不见了 是啊 中午出来以后就没有回去 刘叔您先别着急啊 咱们先想想婷婷可能会去哪 对啊 刘叔 您先别着急 我们帮您一块儿找 对 婷婷不会有事的 她能去的地方我都找了 老是没有人哪 你今儿瞅见那丫头 没有没有 见过她 没有啊 你中午的时候见到婷婷 有没有查询她有什么异常 诗云哥 诗云哥你去哪儿 我要下山一趟 去接你朋友吗 对 很重要的朋友 很重要 那如果有人也像她一样在乎你 愿意为你冒险呢 她有跟我聊起过你 聊起我 那她多说什么了 她说 看得出你很在乎我 然后她问我 她说如果有人像你一样 同样在乎我也愿意为我去冒险呢 那你怎么说 我说我已经有金北米了 没人能代替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你真这么说 我说我 臭宝贝 你这么说 我真的很开心 但是 你说这些话 有可能刺激到小姑娘了 我能看得出来 她对你的感情不一般 我也怕 她会不会有什么想不开 不行 我们还是赶紧去找她吧 各位 咱们赶紧分头去找一下婷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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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电 走吧 好 走走走 伯伯 你跟我一组 好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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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有看着吗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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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上别的地方找找 走吧 慢点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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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啊 婷婷 婷婷 我是不是就不应该来 你别这么说 要不是因为我来 她就不会看到我们在一起 她也不会生气了 可是周宝贝 你不是才来两天吗 她怎么就 我跟她认识三年了 三年 她恋恋你三年 那这一切就说得痛了 自己喜欢的人有了未婚妻 一定是接受不了的 可她早晚得知道 婷婷 别怕 应该是只松鼠吧 是松鼠啊 我还以为是荒鼠狼呢 别怕 她不会保护你的 婷婷 婷婷 你的脚 我 我没事 我就是平时穿钢和鞋穿习惯了 凭你鞋有点不幸 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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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来 我背你 我 照着啊 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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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的手机好像小了 好 这 婷婷已经回家了 婷婷回家了 太好了 太好了 那咱们回去吧 嗯 走 赵宝贝 事情既然已经完美解决了 那你能跟我讲讲 你跟婷婷的故事吗 三年前我来这儿一诊 听说了她的故事 那会儿呢 她刚拿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但她家里没钱供她上大学 于是我就资助了她 那 你既是她的恩人 又是一个英俊潇洒 事业有成的小哥哥 要是我的话 我也会情不自禁的 她喜欢我 我可不喜欢她呀 那你能告诉我 为什么你当初选择资助她吗 我是不想看到一个年轻人 失去唯一一次 能改变她人生的机会 也是 这样的山区里 能出一个大学生 真的挺不容易的 你 不会吃醋了吧 我才不会吃醋呢 你对我这么好 我不会吃一个小丫头的醋 来 走 我只是AJ 那就唱到这儿了 这次录的效果不错 家伟 先去休息吧 辛苦了 辛苦了 喂 家伟哥 嗯 喝点水吧 谢谢啊 谢谢啊 好巧啊大神 我刚上就发现你也上了 有默契吧 开一局 开 这信号怎么这么不好啊 怎么掉下了呀 哎呀 玩游戏呢 没有啊 没有操手机干嘛 我 上班时间不许玩游戏 只需周官放五 不许百姓点刀 去 哎 刚才怎么掉线啊 刚才被狠心的老板骂了 这样的老板 改天找了他 也不是了 老板有时候挺温柔的 那好吧 然后他一遍 那我开喽 开 我 过来过来 好 好 小周 一会儿萧嫣一起 赢了游戏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你说什么 好啊 嗯 来 喝点姜汤 别照亮了 嗯 谢谢周宝贝 再受伤的话 可能就要变成习惯性牛伤了 以后尽量别穿高跟鞋了 那可不行 收集高跟鞋是我的爱好 再说了 我穿高跟鞋不是最好看吗 那 尽量减少 嗯 是 大姨你留着吧 山里晚上冷 睡觉压一压背脚 嗯 那你上哪儿睡 我和小瑶她们 对付一晚上就行了 嗯 嗯 嗯 伯伯 嗯 我有东西要给你 什么呀 嗯 嗯 嗯 给 这是什么 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那我打开了 嗯 哇 好漂亮的翡翠尔丁啊 喜欢吗 嗯 当然喜欢了 那我帮你戴上吧 好 好 会疼吗 不疼 好看吗 非常好看 周宝贝 嗯 你为什么拖来送我礼物啊 早就想把它给你了 那你怎么现在才给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 所以 一拖再拖 直到昨天晚上 我怕我再没有机会把它给你了 对不起 让你担心了 你知道就好 嗯 答应我 以后不许再这么吓我 嗯 好 我答应你 啊 嗯 我 我 我 嗯 嗯 好 舅宝贝 你一会上班的时候 可要认真工作 千万不要想我啊 好 你就真的不想我了 不是 到底想不想我 我 想不想我 想 就这样了 要不然你还想怎样 有颗返丽 你耍我 你踏我 你 腿当心啊 我才不当心呢 你别走 快背我 慢点腿 你跳着 我要抓到你 好 你还走 好 你快背我 来 来 走开 抓我啊 你欺负我是不是 好 真的要走了 婷婷 婷婷 我 对不起 我 我来是想说 想说 昨天是我不懂事 不好意思 让你们担心了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没事就好 而且 要不是我们昨天晚上出去 也不会发现 山区有这么美的景色 他要去上班了 有我一个人在这儿 你陪我说说话吧 走 那天我刚好经过 阳光正闪烁 那天我刚好经过 我 落在你淹没 你什么话都没说 无声的沉默 是你的温柔 我曾是沉重懒惰 而你是容颜烈火 将我的荒野 点燃成星河轮廓 爱上你的我 自非又不惑 贪婪着执着 像是随着 下去凋谢的纯络 你一笑而过 此情逐笔墨 我只想待在 有你的角落 爱上你的我 自非又不惑 贪婪着执着 像是随着 下去凋谢的纯络 你一笑而过 此情逐笔墨 我只想待在 有你的角落 执着 执着 像是随着 下几条线的纯络 你一笑而过 此情逐笔墨 我只想待在 有你的角落 我只想待在 执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